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1934 现在跌到了564 才一个礼拜的时间 跌的很猛 跌了差不多75%了 现在挖币的当然很热 有朋友问我要不要挖 我说这个币应该是可以挖 挖了以后呢 它换钱应该是没问题 至于说能不能做大 能不能像比特币那样 这个不好说 但是起码来说呢 你自己挖了投资的钱能够回本 现在说算算账可能一个月回本 只要一个月挖上一个月就行了 但实际上呢 因为这个是一个赌运的问题啊 就是说呢 有的呢 可能就投资小了啊 有可能那么几年挖不出来啊 说是叫一个月回本 那你一个月挖不出来吗 三个月挖不出一个币来 投资大了呢 当然可能就会 产币的机会就大啊 这个风险呢 反倒小一些 当然你说我这个投资少 但是呢 我运气好 刚好运气撞倒 哎 这也可能啊 那就这个 说不定一个礼拜你就回本了啊 这个是可能的啊 但是呢 跟大家讲的一点呢 就是不要托管 不要买算力啊 我在这个找矿机的时候啊 加了几个 买矿机的 他就说呢 我买我的矿机 要托管 要放到我们这里 然后呢 我们呢 收这个托管的费用 我那 那个币是不是到时候给我啊 还是不给我 我哪里知道啊 你要是在美国的话可以 我相信啊 你要是这个大的公司也可以啊 像亚马逊什么谷歌啊 这样大公司 这个没问题 那你说我让你托管这个 我是给挖币的啊 你到时候给我挖坑啊 我这个钱 问谁要去啊 到时候币也没有了 这个 机子也没有了啊 你人收一下不见了啊 他说这个做了多少年多少年啊 当然只要是骗子 总是说他这个实力雄厚嘛 那有的呢 干脆说呢 简单 你这个投资100美金挖算了就行啊 这些呢 当然更是骗子 我看到呢 这个还有以太坊 这个20天回本的 这个以太坊20天回不了本啊 我买了机子来挖都回不了本 那他呢 就回到日本 他就是承诺的那个比较高 然后呢 让你给他钱 那最后呢 肯定是兑现不了 前期呢 兑现一两个 后期呢 就跑路啊 这个 把这个钱一骗 门一关 就收屋就不见了哈 肯定都是骗一些不懂行的人 那现在再讲这个奇亚币挖呢 是可以挖 当然说跌的这么厉害 这还能挖吗 这个跌的厉害呢 应该不会总是跌哈 这个呢 是叫庄稼出货 也就是说一开始呢 有一些投资人拿了钱呢 投资来挖这个奇亚币 给技术团队的人发工资 买服务器 上主网 搞这么前期投资一些钱 那他们投资这些钱呢 人家是想先赚回来快钱的啊 这些不是像我们一样 说是像比特币等着涨着那么六万美金的时候你在卖啊 不是 人家就是这样呢 我这个半年啊 就把钱拿回去啊 这个翻几倍啊 一年翻十倍 我不等着他二十年翻一百倍啊 我不要时间二十年以后的 我就是这半年之内要把本拿回去二千万里赚上几倍 那既然是这种钱呢 那所以这个项目方呢 必须就要配合这些人出货 那怎么办 那就必须呢 一开始把价格拉上去啊 所有的投资人呢 都是愿意先把本钱回去再说啊 不是说愿意跟我们一样打持久战啊 跟普通人一样打持久战 那这种情况下呢 项目方呢 就是说先把这个价格拉上去 然后让他们呢 把这个货出去啊 他们把那个币卖出去 然后呢 让别人来接接盘 做接盘侠 他呢 要现金啊 那但这个币呢 应该是说呢 能够做的长久的一个币啊 跌呢 到底跌的什么情况 不好说啊 但是呢 不会长久的跌啊 应该是说呢 嗯 再跌回 比如说这个20美金 30美金 是吧 跌上这个 可能会 还会跌下去啊 但即使跌这个30美金 20美金也没问题啊 也是说呢 嗯 这个 两个月 三个月啊 应该说也能回本 现在的话 可能 这个这个10天就回本了啊 投资大的 但是你现在投来不及吧 是吧 嗯 所以这个呢 不是说呢 就不能挖了 不会说啊 会不会跌的个什么两毛和两分 是吧 那应该不会说 跌的那么惨啊 那个大概的价格呢 应该就说呢 这个 讲50美金到500美金之间啊 还可能往这个方向跌啊 那不会跌到这个5美金 或是什么0.5美金啊 他打盘呢 达不到这个程度啊 这个呢 是我对这个币的一个分析啊 当然即使他拔下来啊 也会反弹啊 谢谢大家 嗯 我有点 espaço呀 行了 好啦 来吧 等一下